据台湾媒体报道 为筹备校庆庆典 台房屋部门去年就编列 4000多万元新台币预算 除典礼外 还规划学术研讨会 音乐会 直播影集特战等活动 据报道 6月校庆纪念邮票将发行 上有黄埔 南京 成都 及凤山四个时期 学生立正敬礼的图案 显示并未切割黄埔来台前的历史 不过有岛内消息人士表示 赖清德就任后的基调 是将黄埔军校校史 切割为两部分 1949年以后在高雄凤山 与1949年前 在广东的黄埔互补相关 就外面已经在传了 说赖清德会去参加 然后基调就是 黄埔军校签台75年 就是去掉了中国大陆那一块 对对对 就跟蔡英文很像 这个就是 为什么顾立雄一直在讲说 他要做军中转型教育 就是我们在讲说 黄埔军校是签台75年 事实上就是要把这个黄埔军里面过去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元素给删除 那更精确的说是要把中国元素给删除 逐步的把这个黄埔军 从所谓的中国革命军 变成所谓的台独军 所以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工程的建构 从所谓中国认同转换为台湾认同 进一步转换为台独认同 围绕黄埔百年校庆 绿营人士极力扭曲 4月底 台独团体台湾教授协会等歪曲称 黄埔精神的根源 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党私兵 对此陆军官校校友总会 发表公开信表示 台独分子以极其物谬的意识形态 图谋分化黄埔精神 切割见效史实 实属于愚昧且空洞不实的作为 呼吁台湾民众 应恢复重视黄埔军校的历史 精神与价值 赖清德已经任命顾立雄 为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 而顾立雄是一名台独顽固分子 那么他在过去执行民进党当局的 这样一种所谓的转型正义政策方面 包括追杀兰英的党产方面 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那么如今孤立雄来做 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 那么其实就是要将这种 所谓的转型正义政策 去延伸到台湾的军队当中去 实际上就是要在台湾的军队当中 去执行去中文化的操作 那么这其中背后的目的 就是民进党想要去用这样一种方式 去斩断两岸之间 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 黄埔军校 及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成立于1924年 靠打倒军阀抗击外武的苦战称名 英雄辈出 师生遍及两岸于海外 1950年 以陆军军官学校之名 在台湾进行所谓副校至今 他深深打着中国烙印 也成为了台独分子的眼中钉 都将检OOOOO 是 保佑 去 吃